彭改一刀切暂停,地产股集体大跌,24日下午央行宣布定向降准放水7000亿,按说这对地产股和楼市来说算小福利好但是25日地产股居然集体大跌了,主要是因为一条市场传闻彭改一刀切暂停 其实彭改一刀切暂停的传闻源头,是说各地PSL抵押补充贷款,审批暂停回收国开行总行等待新政策 有网友称,这意味着彭改的全面叫停,要知道地方政府做彭改的钱是怎么来的 一是财政拨款,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二是政策性银行贷款,即国开行和能发行的彭改专项贷款 央行PSL抵押补充贷款,投放是此类专项贷款的重要来源 占80%左右三,是商业贷款 四是地方政府发债,例如彭改专项债 从下图,可以看出,PSL是彭改专项贷款的重要资金来源 回看历史的话,我们会发现,一线城市地产销售上一轮复苏时点 在2015年上半年,2017年,开始进入周期性调整 当年销售面积增速为-29.2% 历史经验大城市销售回落 约半年时间后,小城市销售也会跟随回调 但此事在2017年并未发生 除40个一二线城市外的三线以下 小城市2017年地产销售面积增速仍达到13.9% 远高于我国地产销售面积 4-5%的长期潜在增速原因 就是彭改货币安 致比例的增加让三四线城市的楼市极为火爆 24日的定向降准措施 主要瞄准债转股、小微企业融资等问题 原来在PSL投放过程中 三四线城市房地产距离货币水龙头较近 而在新一轮定向降准过程中 三四线城市的房地产离水龙头的距离拉远 对应的彭改热潮也或将葬告一段落 25日晚些时候新浪财经报道 接近国开行人士放消息称 并未听说暂停这种事情 另据媒体报道 国开行总行回收了彭改项目的合同审批权限 此前在分支行可以签订的 现在必须总行审批 但并未暂停所有彭改项目 目前仍在进行中的项目依然继续执行 此外过去曾经货币安置为主的方式 今年以来多以食物安置为主 但此宴解认为 彭改不可能全面暂停 但高层收紧彭改的意图 已经十分明确看这张图可以发现 不少地方 2018年的彭改计划 小于2017年 在资金被恶猴的情况下 地方政府已经被迫收手彭改货币化 是这几年三四线城市房价上涨的最主要的动力 但在彭改资金被收紧的情况下 三四线城市房价大概率要回落 二线城市的房价估计也会趋稳 所以炒房的人要收手了名词解释 PSL全称抵押补充贷款 有两层含义首先良的层面 是基础货币投放的新渠道 其次价的层面 通过商业银行抵押资产从央行获得融资的利率 引导中期利率 有两层含买的利率